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貌在常人看来甚至有点可怕 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那些整过容的女星 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已经在罗马了 这话说的就是薛芷伦 1963年他出生在香港九龙港地区 这个地方一向富豪云集 薛芷伦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薛芷伦本人也很争气 不仅人长得漂亮 学业也是一等一的好 去美国后很快就考上了纽约大学 成为了个才貌兼备的白富美 后来的他进军游乐圈 目的不是挣钱而是为了体验生活 很显然拥有着美丽脸蛋 性感身材的他这一生注定是不平凡的 可惜与事业相比 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爱情上 薛芷伦有过两段不算太成功的感情 1988年25岁方琳正好的他 与九楼大亨之子相恋了 当时薛芷伦也的确有意淡出娱乐圈 嫁入豪门 怎奈男友心思摇摆不定 无法忍受背叛的薛芷伦 一怒之下便与对方分手 结束了仅仅维持一年的感情 而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 分手后没多久薛芷伦就因为一场舞会 和大盛地产集团的主席马清伟走到了一起 打得火热的两人拍拖不过三个月的时间 就决定要结婚了 这个消息一出 瞬间惊呆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很多人都不明白 认识仅仅三个月的两人 到底纯粹是因为爱情而结合 还是凤子成婚 他们的恩爱程度的确曾献煞众人 婚后薛芷伦付出了很多 不仅为了家庭彻底放弃了娱乐圈的事业 还为马清伟先后诞下了两子一女 一家屋后生活得自在和美 可马清伟骨子里就不是专心的人 婚后没几年 他便又传出了不少花边新闻 不可否认 薛芷伦的确有下豪门的心思 但同样他也无法忍受丈夫的多次出轨 最终身心俱疲的他在2001年左右 向丈夫提出了离婚 结束了这段长达十余年的感情 而离婚之后的他也开始了自己的享受之路 但薛芷伦怎么也没想到 在自己身患重病中判亲历之际 只有渣男前夫愿意收留他 在前夫以及孩子们的陪伴下 薛芷伦还是挺了过来 可当痊愈后的他再度出现在大众面前时 内副模样却吓了众人一跳 锥子一样的下巴 大大的眼睛 高鼻梁加上厚嘴唇 这个看似舍精脸的人 怎么看都不像当初那个社交皇后薛芷伦 因此外界还一度怀疑 他现在的这张脸 完全是由于整容失败造成的 但薛芷伦对此却很委屈 他曾在节目上坦言 自己之所以变成如今这副模样 其实是因为长期服用药物而导致的 只是光凭他一人所言 终究无法令大众信服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 关于他的整容传言 依旧层出不穷 2.黄夏慧 可能现在提起黄夏慧 很多人还是不太认识 毕竟属于他的时代 真的是太久远了 黄夏慧的影视作品虽然不多 不过当初爱得有多浓烈 最后就互撕得有多厉害 黄夏慧出轨是导致这段感情破灭的真正原因 他通过饭局认输了大自己23岁的政商大亨胡百全 如此夺金的优质男 可惜早已经是个有妇之夫 他的女儿只比黄夏慧小一岁 但黄夏慧却甘心做起了小三 一做就是三十几年 还给他生下了四子二女 胡百全对黄夏慧百般宠爱 可尚未得来的感情始终没有安全感 随着时间推移 害怕胡百全离开的他 开始了频繁整容 结果越整越丑 胡百全就冷落他 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说翻脸就翻脸 他只好一个人租房子住 胡百全与六个孩子全都对他不管不顾 窘迫的日子没过多久 黄夏慧又迎来了春天 香港塞车之父潘炳烈 从黄夏慧年轻时便爱慕他 他没有在意黄夏慧已经整残的脸 对他呵护有加 1983年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了 年过半百的黄夏慧在感情中终于有了名分 无论他做什么 潘炳烈都支持到底 两人真的很恩爱 3.郑玉玲 郑玉玲曾是香港TVB的台主 在数十多年的演艺生涯里 她演过无数的经典影视剧 拿过非常多的奖项 为人性格直爽 然而这些年 网友更关注的倒是她那张被整上瘾的脸 年轻时的郑玉玲 虽算不上五官精致的大美女 但也算是一个有身材有欲解气质的女艺人 但自从走上了整容之路后 那张脸是越整越垮 整个五官看起来都有点扭曲 下巴和嘴都完全不对称 笑起来非常的不自然 一看就是整容后的后遗症 63岁的她曾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与好友喝早茶的照片 不少网友感叹 女人还是选择自然老去才是最美的 4.肖强 小时候不知多少人 因为看小李飞刀而喜欢上了肖强 觉得所有江湖中的美人 就应该长她这样子 甚至当年的扇子发型都因为她爆火 也让年仅22岁的她 就有了台湾第一美女的称呼 演艺事业大火 当时的那段日子 可以说是她的颜值巅峰 可是小强却不满足于自己的样貌 选择了整容来让自己更加完美 来延长自己的花期 可能当时持续了一段好时期 但是却给老了之后的脸 带来了很大的规角感 虽然现在50多岁的她身材依旧交好像少女 但脸部却十分僵硬 整容脸到底明显不明显 可能有时候单看觉得还好 但其实和没有整过容的站在一起 就非常明显了 5.邵音音 提起邵音音 大家看到她现在的脸可能会觉得恐怖 她的面部肌肉已经僵硬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脸曾被很多导演安排去饰演剧中的老妖婆 其实她的经历也非常让人唏嘘 年轻的时候她本来是一名医生 因为偶然遇到了李小龙而进入演艺圈 年轻的她容貌可以说是温柔的清秀美女 但是在娱乐圈不代表你漂亮就能拥有好的机会 当时的她为了生存 只能被迫去接一些风月电影 差点因为拍这些电影而被封杀 邵音音去整容的原因和上位女星几乎如出一辙 因为觉得自己演过风月电影 所以择偶条件就很低 嫁给了一位圈外人 本想平平淡淡的生活 可是因为丈夫出轨 小三找到家 她觉得是因为自己年老色衰 便选择了整容来挽回破碎的家庭 没想到整容失败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但即使是这样 邵音音面对整容依然是坚决的否认 而是称采取了面部修复 六 刘晓庆 提起刘晓庆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 虽然她现在已经高龄 但仍然活跃在荧幕上 但是最近几年她每次出现都被网友叫整容脸 虽然现在她年纪上去了 皱纹和老态是无可避免的 但她的面部苹果肌极其不自然 笑起来也是十分僵硬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她自己说的微整形 年轻时候的刘晓庆可以说是标志的大美女 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即使三十多岁出演的武则天 依旧气质迷人 丝毫看不出来年龄对她的璀璨 感觉当时的她应该属于当之无愧的人间富贵花 仿佛她就是属于那个宫墙内的美女 也因为精湛的演技拿了不少大奖 但是不知道刘晓庆是不是不服老 她接的很多戏都是少女 不过被网友吐槽最严重的还是 五十多岁的时候演十几岁的公主 当时甚至被叫丫头教的教主 刘晓庆整容是为了延缓自己变老 可以接更多年轻的少女角色 但是最后却搞得自己失去了自己本身的美貌 只能说得不偿失 7.顾洁 有着台湾整形天后之称的殖民女艺人顾洁 已经出道多年 之前曾经走过艳星的路线 但出道多年一直没有什么代表作 后来顾洁因为进行了多次整容 经常在公开场合大方公布自己整形的经验 手术后的照片作风大胆 一时间顾洁因为整形开始爆红 在综艺节目盛行的年代 各大综艺节目都争相邀约她上节目 顾洁也被大家封为整形女王 不过在顾洁的演艺事业刚刚有所发展 被大家所认识的时候 她选择了在2012年和富商闪婚 当时顾洁可以说是风风光光的加入了豪门 男方对她也十分的大方 不过顾洁在节目中表示 富商老公只是在与她结婚之前非常大方 一结了婚之后 顾洁的老公就像变了一个人 开始斤斤计较 不仅生活费没有婚前给得多 还嫌顾洁给佣人的工资太高 就连二三十块钱都要跟自己计较 婚后变得小气 并不是顾洁和老公离婚的主要原因 她坦言离婚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婚后和丈夫 丈夫的爸爸一起住 矛盾变得特别多 顾洁表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和自己的公公 互相看不对眼 慢慢的矛盾开始升级 顾洁不仅在婚后和老公产生了矛盾 和公公吵架 还和大姑子关系也不好 顾洁还在节目中表示 大姑子只把自己当作免费佣人 如今的顾洁离婚后选择不婚不生 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 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顾洁还是有谈过恋爱 前段时间 顾洁的前男友与别人结了婚 顾洁表示自己也无所谓 这个年纪也不会想结婚了 结了婚也生不出孩子 最后找个老伴就行了 其实从这些整容之后的美女不难看出 整容只能让你获得一时的美丽而已 而且还要承担着更多整容失败的风险 人都不可能永远年轻貌美 年龄从来都不是敌人 而是底气 经过岁月沉淀的美人 才会更温柔和有力量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再评论去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咯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